你… 我在想 要是 就是我房间有一个录像机 就像你一样能记录下我的每时每刻 记录我的一辈子 到我临死的时候我就不用很无聊了 我就可以看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 看一部自己的电影 自导自演的电影 看自己的青春 看自己是怎么一天一天老 怎么一天怎么 看自己是怎么一天一天边老 变丑 看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变化的 看自己是怎么笑的 怎么哭的 看自己哪个角度是最美的 哪个角度是最丑的 我觉得还挺棒的一件事 就像现在突然有一股情感涌上来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那样的一种情感 我不知道它来源于何处 我想知道它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25岁 我在25岁 这个点 2018年10月13日 18点 18点39分 涌上来一股很悲伤的情绪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 而且现在突然没有 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的性格到底立不立体 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想 我想要个镜子看一下 当我走在路上 我可以看到每时每刻自己在做什么 我特别想看见自己 但是我好像都是在看别人 我不停的在看那些先驱 那些很牛逼的人 那些虚实无华的人 那些虚张声势的人 那些弄虚作假的人 那些很平凡的人 那些默默不闻 过着自己小日子的人 那些不卑不亢的人 那些无虚无数的人 那些在路上 边走边唱 喝着啤酒 躲着上半身的男人 那些穿得很性感 精大闭眼的女人 那些天真无邪 也笑起来非常可爱 美丽阳光的小朋友 可是 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 为什么每个人生下来 不是双胞胎呢 为什么人只要自己的影子 那个影子 确实是自己的反射 可是 你看不到它 它没有任何表情 它就只有一个黑影 那些都是一声 那些是